而瑞士乡800多公顷的文旦诱员进入采收期 凤林警分局也同步启动了护佑专案 除了是加强巡逻勤务维护安全 有专者警力24小时实施不定时盘查勤务 另外警方也邀请了佑农商行加入线上护佑赖群组 来警民合作打击窃盗部罚 瑞士乡每个文旦诱员区里 挤满货运大卡车搬运车工以及采工人员 大家忙着采收载运文旦诱一片忙碌之际 夜经见警车三不五时穿梭在园区产业道路上巡逻 瑞士乡800多公顷的文旦诱进入采收期 凤林警分局也同步启动护佑专案 由瑞士、贺岗以及瑞祥村等地区的分住所 执行巡逻勤务加强安全维护 另外针对夜间或深夜时段 结合侦察队并依专责警力 实施24小时不定时录检盘查勤务 以有效恶主窃盗案的发生 警力有限、名利无穷 凤林警方也邀请幼农、商行等加入线上护佑赖群组 只要发现可遇人车即可线上通知警方到场了解 或是将可遇人车拍照上传群组 全民共同来防止窃盗犯罪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还有推荐用? 或是需要人车拍照上传群组